2015首届江西电视观众节将于明天在南昌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 九江庐山出现海市盛楼提关 南昌地铁一号线从9月9号进入全面试运行以来 各项测试指标高于国家标准 关注百姓生活新闻与您同行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夜行 我是周琳 首先请看许政要闻 10月12号到14号 省委书记强卫在干州市调研 省委书记强卫今天在南昌滨江民馆会见了在于归来的 我省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毛炳华宁洪昌 即提名奖获得者胡启初 柳燕斌 易正勇 郑东花 蒋新东 李静明 张秀桃 10月14号省长陆新社主持召开第51次省政府常务会 分析今年前三季度全省经济形势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经济工作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史文清 在景德镇调研财政预算等工作 他说要加强预算审查监督 把项目库建设纳入预算编制审查内容 重点加强对项目库资金的审查监督 让新增财政支出更多项公共服务和民生工程倾斜 要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 加强对财政收支情况的预测预警 有效防范和化解财政运行风险 使规范预算从纸面走向现实 不断提高财政预算的规范化管理水平 全省女农民工集中入会行动 即女农民工之家受牌仪式 今天在南昌市宏大集团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谢一森出席 并为女农民工入会代表颁发会员证 宏大集团女农民工之家 是全省首家全方位满足女农民工 劳动技能安全知识 务工常识 法律意识等需求的温馨之家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 讲话一周年之际 由省文化厅主办的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首届江西省优秀美术作品展 今天在省美术馆开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智武 省政协副主席汤建仁 出席开幕式并参展 261幅从全省各社区市高校 领选出来的作品 涵盖中国画 油画 板画 漆画 雕塑 陶艺 艺术设计等美术门类 据了解江西省优秀美术作品展 从今年起将每三年举办一届 继续我们的夜行 2015首届江西电视观众节就要开幕了 各项准备工作进行的如何 开幕式上都有哪些亮点 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南昌国际展览中心 明天2015首届江西电视观众节 将在这里盛大开幕 到时候江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 和许多影视明星都将来到现场 与观众亲密互动 一起欢乐过大节 在三大展区 两万多平米的大看台上 在兼具各频道气质 与现代化元素的各频道展馆里 观众可以与刘魏 金飞 廖杰 张婷 等知名主持人来一次亲密接触 电视新闻中心曲歌 翟亮 刘灵华等知名新闻主播 也会来现场带你过把主播饮 此外不少影视剧明星 也将空降观众节 比如像我们江西台 今年购买的大剧 妈妈 江前冲 这里面的主演江祖平 还有郭晓东 都会来到现场 跟大家参与互动 今年我们购买的 另外一个大剧 就是幸福归来 这里面有当红的香港明星 余卓西会来到现场 和大家参与互动 在江西卫视展台 3D幻影成像 全息虚拟现实互动系统 将为大家展示立体的3D影像 观众朋友可以实地感受 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就在你身边 鲜花触手可及等奇妙景象 新闻主播们也将现场展示 日常工作 并指导现场观众 当一把电视台主持人播音员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则把互动网游体验设备 搬到了展厅 让观众现场享受 网络和电视融合的全新感受 比如说像我们的4K的一些高清 游戏的体感游戏 以及我们家用的一些智能终端 我们会全景地展示 我们整个我们江西 首届电视观众节的 所有的内容 360度的这么一个全景的感受 除了欣赏各频道拿出的看家本领 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还将可以领到总额高达上千万元的 礼品赠品和奖品 作为江西唯一一家全国性的 专业家庭购物频道 风尚购物频道 更是精心为观众准备了4000份礼物 现场几百个商家 数千个产品 总计让利达到两个亿 参与游戏互动的现场观众 甚至有机会赢得智能手表 手机平板电脑等大奖 继前一段时间武宁出现海市圣楼景观之后 昨天九江庐山也出现了这一美景 赢得众多游客的称赞 早上七点 从庐山孤岭街 北山公路 日照峰 小天池 诺纳塔等位置 向九江望去 只见晨光威西之中 九江城上空 呈现出一条与庐山海拔 1200余米高度略同的天际线 平时过去 在九江城区和长江方向上 出现了三座联敏起伏的山巒 中间隔着蓝气木矮 悬浮在九江上空 上面是山峰虚景 下面是九江城石景 呈现出三山应九江的海市圣楼器官 如此奇美景观 引得游客嘖嘖称奇 驻足观赏 拍照留影 我来广东了 今天到了 看到一个海市圣楼 很漂亮啊 千年难逢了 我们是尽气好啊 以前都是听到一些传说嘛 没想到能这么幸运 能真正的看到这个东西啊 确实非常激动 非常兴奋 专家介绍 长江湖北方向未有大山 应是庐山周边生态环境保护好 当日的上下层空气密度 符合光线反射折射的条件 就导致了别处的山峰 映照上来 即产生了海市蜃楼现象 在南城市街头 最近新冒出来的一个个地铁站出入口 成了城市最抢眼的风景 不过地铁下面的进度怎么样了呢 今天上午在地铁一号线秋水广场站 几个地铁出入口都已经大致完工 工人师傅正在进行最后的装修收尾工作 与此同时在出入口连接着的地下深处 一趟趟地铁列车正在按照公司设定的 试运行图往来穿梭 空车运行在单程20多公里的地铁线上 他们模拟着未来载客运行的模式 一遍遍地进行着发车 进站 开门 关门的操作 车内广播不时传来到站提示 除了车内没有社会乘客之外 其他情形跟运营中的地铁完全没有区别 地铁有关人士表示 一号线试跑成绩出色 他们有信心顺利通过下月底的专家评审 试跑一个月之后 各项的参数说实话已经超出我们之前的预期了 比我们想象中的跑得还要好 现在我们开行列车已经达到834 然后这个运行图的兑现率已经达到了99.9 这个国家标准就98.5 然后我们这个正点率已经达到了99.5 然后国家这个标准就98 这个都是远高于国家的标准的 去年从外地地铁离职回乡的廖旗 是南川地铁的第一批司机 对于一号线这一个月的试运行 每天驾车的它有着切身的体验 相比其他城市前期开通的一些地铁 我们南川地铁是运用了比较现代化的高科技 可能在信号车辆方面都会有一定 相比其他城市会稳定性更好 安全性更高 据了解目前正在试跑的一号线上 共有8组列车在套跑 下一阶段地铁方面准备投入15组列车套跑 发车密度将更加接近未来市运营状态 从起点到终点 单程跑完耗时在一小时内 目前是可以做到56分钟 每个站停站的时间 我们会根据站的大小 这个规模大小 来从三四十秒到一分钟不等 到时候也会根据去的客流 各个站的客流情况来定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夜行处地 日前我省的赣州吉安 与广东省的梅州 河园 惠州 韶关 清远 以及福建省的龙岩三名 广西的贺州组建客家旅游联盟 共同打造敏越干贵四省客家文化旅游品牌 东方航空公司日前推出空八通空地连运服务 从九江前往南昌昌北机场乘机 以及飞机到达昌北机场后 前往九江的东航乘客 提前两天预定就可以乘坐东航大坝 德新市农业局工作人员 日前在大茅山发现十多颗野生铁皮石壶 野生铁皮石壶为珍贵药材 有着植物黄金之称 在国际市场上每公斤售价高达4000美元 2016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 今天开始报名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2.7万余人 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的一大变化是 在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不能报考 10月13号上海金山区 丰金镇中宏村的一片水稻田中 出现了一幅中国地图 及一张彩色地毯 这是71岁的陈景祥老人 用彩色水稻种出来的作品 据悉陈景祥退休前 是丰金镇农迹站的工作人员 研究水稻已有30多年 他利用自家承包田 搞稻种培育试验 用80多种试验样本 培育出30多种不同颜色 形态各异的水稻 近日位于上海市金山区 松蔚南路一旁的粉红田野走红网络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游玩 这片粉红田野是一种叫粉黛乱子草的景观植物 一共有28亩 花期在9月到11月 今秋时节开始盛放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巴西亚马逊丛林马拉松赛 被誉为世界上最疯狂的机械马拉松挑战赛 日前2015年亚马逊丛林马拉松赛又燃起战火 41年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报名参赛 比赛全程254公里 由于比赛是在亚马逊原始热带雨林中进行 因此部分赛段的湿度高达99% 个别路段甚至无风 属于高温闷热的极端环境 加上各种热带雨林昆虫 野生动物的遭遇战 让整个比赛变得更加惊险和具有挑战性 任何一位参赛选手都必须拥有坚韧的心理素质 和充分的心理准备才能最终抵达终点 此外选手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路线前进 并随身携带GPS定位装置 以及指南针避免迷路 工作人员会每隔5至10公里 提供补水和休息区域 并由医务人员提供治疗检查 沿途设有野外医院等安全措施 医生有权根据情况终止选手参加比赛 最终历经几天对体力毅力的严酷挑战 来自德国的图马斯·维特克 耗时40小时10分钟完成比赛 成功夺得男子组的冠军 女子组的桂冠则由一名拉脱维亚选手摘得 一起来看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收看 如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欢迎您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07918831333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的 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 也欢迎关注下载江西网络台的 微博 微信 手机客户端 明天2015江西首届电视观众节即将开幕 在这里我们期待电视机前领的到来 再见 看江西电视 会百姓万家 看江西电视会百姓万家 首届江西电视观众节 首届江西电视观众节 首届江西电视观众节即将编分开幕 在这里您可以现场体验新闻节目的录制过程 还有3D影像炫酷影像超凡体验 一个与明星主持 亲密互动赢大奖的欢乐派对 欢乐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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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号到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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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南昌国际展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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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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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